稍微再跟各位講一下 其實目前的那個 有關於開發動態網頁的技術 除了PHP之外 當然還有其他的像什麼JSP 或者像ASP.NET 那其實JSP的開發環境 跟這個很類似 只是說他的語法是用Java 用寫Java的方式來做 他叫Servlet 另外像ASP.NET他是用那個Visual Studio 那目前 以開發環境的成熟度來說 當然微軟那個ASP.NET 當然是最成熟的 因為那個客戶也教過 我發現他的工具跟這個比起來的話 那個簡直是全套都幫你準備好了 而且 通通安裝好全部都沒有問題了 你在開發的時候其實是還蠻享受的啦 但是他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說 他後面第一個他開發環境需要花錢 你要買一個license 那個好幾萬塊的 第二個就是他的資料庫 SQL Server也是要錢的 那這些的話全部都比較沒有費用的問題啦 所以 在台灣95%以上是中小企業 所以中小企業其實 最care的還是 費用上面的問題 那以目前來看 這一套的解決方案應該是還蠻完整的 所以我們從最早的這個 環境設置 再到Juneweaver 第二個 第三個就是Eclipse 如果你可以把 這三個東西 通通涵蓋進來的話 你在開發 這個 一些 雲端的資料庫的 這些相關的網頁 像購物車好了 就會非常的愉快 再來的話 現在的應用 還不只是這樣子 他還會把什麼呢 把像那個 手機的App 開發也納進來 比如像購物車 像現在大家都要比什麼 你網頁上面購物 沒什麼了不起 手機上面購物 現在才是趨勢 所以像現在 很多 像什麼Apple Pay Apple Pay直接可以在手機上付費之外 像Google也開始Google 它有Wallet 他一樣可以在 手機上面付費 所以你做完這個東西之後 你要怎麼樣快速的把它轉成App 這個也是很重要的 那目前 比較OK的技術 大概就是透過那個 JQuery Mobile 實際上就是 好像上學期 一老師有教過那個 JQuery JQuery Mobile 實際上就是那個 Phone Gap Phone Gap 實際上就把JQuery Mobile 打包 成它的那個 Phone Gap 不過他們後面還是 叫JQuery Mobile 他的基本語法 就是JavaScript 那能不能用這個環境除錯 當然也可以 所以很多開發 這個 開發的這個工程師 他們用的就是這一套東西 那他的好處是什麼 就是不用花任何的費用 當然除了這一套之外 坊間我看過有一些公司 也用到要付費 像什麼Idea 另外有一套那個要需要費用的 不過用起來跟這個 基本上 那個雷同幾乎都差不了多少 觀念上都一樣 OK 所以請各位這個 除錯的部分 要稍微多留意一些些 那因為今天是最後一次上課 這個時間 時間其實非常的不太足夠了 所以有些東西 我已經幫各位放在雲端上面 包含就是說 你們可能需要的相關資料 最像PHP的 我們大概能講的 大概前面 頂多就是 講到有關 這個流程控制 大概頂多 if 的判斷 另外還有像字串 裡面比如說 登錄進來 可能取得一個什麼 輸出什麼一個 詞之外 不過還有一些詳細的內容 各位可以稍微參考一下講義 另外還有像我們 比如說像這裡面也會用到 這個物件裡面 如何傳遞什麼 傳遞資料 他把資料放在哪裡 這個物件實際上是透過什麼 透過一個叫Section的物件 這個Section物件 它怎麼運作的 裡面到底放了什麼東西 那當然 在我們講義裡面也有提到 OK 這個Section不是只有PHP會用到 JSP 這個ASP ASP.NET 其實都用一樣的技術 只是名稱可能稍微不同 那如何使用 我們在那個講義裡面都有詳細的說明 所以你可以把它打開來 那一般呢 如果你要做資料交換 跨網頁的資料交換 不外乎會有三種技術 第一種技術的話就是 Cookie 第二種技術的話就是Section 第三種還有一個所謂的隱藏欄位 隱藏欄位 那裡面呢 這個地方都有相關的說明 比如說 什麼叫做Cookie 什麼叫做Section 它為什麼會有這個東西產生 因為它這邊有相關 就是使用者在瀏覽網頁的時候 並不是一直 跟那個制服器保持連線狀態 等等相關的敘述 那也就是說呢 當傳送資料更新的時候 都必須重新載入頁面 或重新傳送需求 這個時候如果你沒有把資料記下來的話 那就會被清空了 所以有什麼地方可以暫時存放 那這裡面的話 就會有一個所謂的Cookie 跟Section 那這兩者之間有什麼差別 其實簡單講起來 Cookie 是放在哪裡呢 放在瀏覽者端 Section 是放在Serve端 那如果瀏覽者端 當然它 變數會比較多 所以 一般如果說 你是確定 客戶端的環境是穩定的 你在用Cookie 否則的話 一般都用Section 但是用Section的缺點是什麼 用Section的缺點就是說 會把所有的一些 Loading 就是說存取都放在Serve端的話 那會造成一種問題 就是說 那所有的東西 都由Serve來 運作的話 那Serve Loading就非常的重 也就是說Serve 它會變成 經常在 消耗它的CPU跟記憶體的資源 所以 有的時候呢 會把東西放在Cookie 為什麼 因為分散 那 兩邊呢 如果 也就是說 可是問題來了 那我有些東西放在Cookie 有些放在Section 那兩邊之間怎麼通訊 所以會有一個技術叫什麼 Agents Agents 叫AJX的這個技術 就是兩邊怎麼樣做同步 然後 那也就是分散 分算運算 那這個Agents的技術 像你們用那個 像 Google用蠻多的 像YouTube有沒有 它會把一些運算 丟給那個Client端去運算 然後把結果最後再傳回Serve 這個還比較聰明 可是問題 會蠻麻煩的 為什麼你要兩邊 怎麼溝通 OK 這個叫Agents的技術 那相關的知識呢 我想各位有時間 再稍微了解一下 並且實作 然後 我們這個購物車裡面會用到Section的這個範例 那其他的話還有像物件導向 比如說像那個 購物車 它要怎麼樣 暫時存放 使用者 還沒有成交的這些資料 跟一些方法 那這個地方的話就是利用 物件導向的觀念來達成 那裡面有哪一些比較重要的呢 包含就是說 什麼叫物件 什麼叫類別 那實際上特別是這個很重要的觀念 很多同學對於這個比較搞不清楚 實際上簡單講起來 一個類別 我們 剛開始 如果說它還不能運作的時候 像放在這個裡面的 PHP裡面這個東西 這個Class 實際上就是一個什麼 就是一個類別 它還沒運作嘛 它就是一個類 那什麼時候變成物件呢 就是當我 有沒有 新增到那個購物車的時候 它這邊不是有一個什麼的 取這個地方是取得 現有的 這個購物車的物件 那這個時候才是建 你只要看到關鍵字叫什麼 叫new new什麼呢 new一個新的類別 它就會產生一個物件 所以關鍵字應該是這個new OK 所以以後 你們在Java裡面也好 或者在什麼 C-Sharp也好 都會有一個new的關鍵字 這個new的關鍵字 實際上就是把類別 變成物件的過程 有點像我今天 我今天要買一隻手機 我看到那隻手機是符合 我要的東西 但是問題它還沒有 在你手中嘛 那你要怎麼樣變成你的手機 要買回來 買回來就有點像new 買一個新的 這個時候你在手機裡 你拿到手上才能去運作它 OK 那可是問你這隻手機裡面 記錄的到底是記錄什麼東西 其實我剛剛特別強調 一個物件 基本上 不外乎就是兩個東西 一個就是它的屬性 一個就是它的方法 那屬性是什麼呢 比如說這隻手機的顏色 到底是白色 到底是黑色 第二個是它的CPU多快 第三個它記憶體多少 這個部分的話 就是所謂它的屬性 它的外觀 有沒有 那它能做什麼呢 比如說打電話 打電話就是一個方法 對不對 所以其實物件的觀念呢 跟我們實際上的應用 是相符的 所以以後 你們看到那個class 千萬不要 太覺得驚訝 因為這個東西呢 無論是在PHP也好 無論在 Java也好 它的長雷都很類似 運作的方法也都雷同了 所以 這個地方它的實體的 這個 類 它的類別就在這裡 那差異點就是說 在Java裡面 它宣告的方法不太一樣 而且在Java裡面 它的那個資料類型 分的比較多 有什麼整數 有幅點 就有小數點 或者是文字 或者是booling 等等的 可是在PHP裡面 它大部分 就是一種 就是萬用的 反正宣告之後 都統統可以用 其他的話 Function 這個大概差不多 有沒有傳遞引述 瓜糊裡面有傳遞引述 有沒有回傳值 OK 大概會有這些東西 那相關的說明 因為我們短時間 沒辦法講得太詳細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同學 對於物件導向 想要更了解的話 可以把這個裡面的簡報 稍微了解一下 其他還有什麼什麼特色 封裝 多型 繼承 這個概念的話也是 物件的使用的衍生 OK 大概可以理解一下 其他的話 還有像MySQL 怎麼去連結 這個部分因為我們 前面呢 也有做過實際上的應用 怎麼去管理你的 MySQL 那 怎麼去新增資料庫 新增裡面的資料 或者是修改 刪除等等的 這個裡面也有 都有詳細的說明 我想各位可以稍微 再把它了解一下 那目前 資料庫的需求 絕對是有必要的 無論說你是 做購物車 電子商務也好 或者是做遊戲 我覺得遊戲 當然你裡面相關的 所有的相關數據 包含什麼 這個人的 比如說這個角色 他裡面什麼經驗值啊 或者是他的體力啊 等等的相關數字 還是會放在資料庫裡面 他用哪一種資料庫 比較好 目前MySQL 佔了很重要的一個角色 那另外 你要去管理 MySQL之外 你一定要懂得 所謂的 SECLE語法 那SECLE語法裡面 我想這邊也是 因為SECLE語法是 資料庫裡面 共通語言 裡面的話 規範就是說 如何建立 一個 資料 資料庫 然後如何建立 一個資料表 還有相關的欄位 那在MySQL裡面 各位就一定要學會什麼 PHPMyAdmin 用來操作什麼 操作 這個MySQL 那前面這個部分 我們也用了蠻多的 如果有些相關細節 不太明白的話 請各位 再到這裡面稍微看一下 SECLE語法 那SECLE語法裡面呢 比如說 建資料庫 怎麼建立 怎麼去變更 怎麼去刪除 還有像什麼呢 他的語法 建立資料表 的語法 那你會發現呢 在我們的那個 每一個網站裡面 都會有一個 叫做點SECLE的這個語法 按右鍵的話 裡面都可以編輯它 那裡面的話實際上 這些裡面放的東西 實際上就是什麼 Create Table 哪些欄位 那這個其實就是用SECLE語法 寫出來的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相關的說明呢 我是把它放在 這個SECLE語法裡面 還有 PHP跟SECLE的 運作 等等的 另外還有 後面會有四個範例啦 那其中呢 最後一個 有沒有 這個也是購物車 只是說這個購物車 用的技術呢 不是用SECLE語法做的 而是純粹 全部 都用PHP 來完成 裡面的話也是一樣 這個買哪個東西 然後點擊下去 怎麼去跑 那 這個技術 這個範例裡面用的 也是 用一樣的那個 類別 這個類別也是免費的 因為 因為 兩本書是 同一家 這個出版社 同 同一個作者 做出來 所以他用同樣的東西 那這個東西的話 在我們雲端的範例檔 如果各位想要了解的話 也可以在從那個雲端裡面 找到那個範例檔 本書範例 我好像印象中 也有把它傳上來 我是把它放在 這邊有一個叫做 這個 PHP 購物車這個 所以剛剛的那個範例檔 在這邊也有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把它打開來 了解一下 然後 當然完成檔的話 這個是 範例檔 如果說你需要完成的檔案的話 到時候 有需要再跟我講 我也可以再寄給你 最後我自己做完的 結果檔 不過好像印象中 這個也是一個結果檔 你們可以自己再把它下載 玩玩看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基本上 這學期 時間也過得非常快 那 最後 總結一下 就是幾個 幾個東西 所以上課錄影 我們最後 我有12次上課 所以基本上 已經更新到11了 那你們可以從這邊去看 OK 那這邊的話 之前上個禮拜的 總共有 五段影片 然後每一次上課呢 都有啦 所以你點擊開來 然後裡面都有 有沒有 你就只要點擊它 就可以直接play了 如果說你在手機裡面 假如說你今天呢 突然 夜深人靜 睡不著覺 想要看一點 學一點東西的話 其實你只要把我們上課網址寄下來 手機裡面 插上耳機 一樣可以上課 OK 不會有問題的 那你說你PHP 要學到什麼樣的程度呢 基本上 我們這個學期 12次上課的東西呢 如果你願意花時間 把它從頭到尾聽過 並且把它稍微動動手做出來的話 我想應該基本上 應該 也足夠了啦 那再來的話 就是說 可能你可以設定一些目標 比如說 去搞個證照 我覺得也是一個不錯的方向 要不然的話 就是說 你做一些網站 是真的可以給人家 線上購物的 或者是說呢 你可以 做一個新聞公告等等 我想這些都是 最後也是你的作品 那當然 最好的 就是可以把那個 PHP跟手機的App連結 變成一個 一個手機的App 可以直接在手機上 可以讓人家看到一些東西 那會更好 因為現在各位 應該 很有創意啦 只是說你要怎麼樣把創意 實現變成真的東西 我想這部分的話 是我們 那 創意沒辦法教你們 可是 這個相關的技術 我就把它放在這裡 其他的話 還有像 我們的 手冊啦 等等 這邊都有 OK 那 畫面再還給各位 好 這個暑假還可以下架 就變成 東西 那這個東西的話 基本上 暑假的話 還會放著 如果 可是 之後的話呢 可能還是 各位 因為有時候我可能會調整一些 位置啦 內容等等的 所以好 如果你以後還要再學習的話 我建議你自行在備份一下 你就用一些方法 反正你要整個把它備份下來的話 很多方法啦 在雲端硬碟開啟之後 可以把它整個下載下來 是不會有問題的 好 OK 好